作为湖南卫视的最强竞争对手 才大气粗的浙江卫视虽然口碑不太好 但的确打造过不少优质节目 综艺布局不弱于湖南卫视 比如英众有中国好声音 室外综艺有奔跑吧 室内综艺有王牌对王牌等 在浙江卫视众多综艺节目中 王牌对王牌的口碑和热度算是top级别 被公认如果能打造成周波模式 有比肩甚至超越快乐大本营的可能 王牌对王牌目前已经开播了七季 从第四季到第七季 沈腾 古林 华晨宇和关小彤 组成的王牌家族稳固了节目的霸主地位 尽管因为某些原因争议不断 但更多观众还是不希望坏人 尤其是沈腾和古林 但可惜的是 王牌对王牌吧 可能要让观众失望了 按照惯例 王牌对王牌的开播时间是春节期间 这类合家欢式的综艺 非常适合全家一起观看 但是第八季节目 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录制 原因无他 这项卫视就是为了等沈腾 古林 华晨宇和关小彤的党旗 近日 网传王牌对王牌吧 将于8月10日录制首期节目 并且曝光了首期全部嘉宾是沈腾 关小彤 宋亚轩 杨阳 王楚然和谢娜 很显然 沈腾和关小彤依然是第八季的常驻MC 宋亚轩记第六季和第七季后再度加盟这档国民级综艺 谢娜可能是常驻也可能是飞行 而我的人间烟火的男女主演杨阳和王楚然 则是飞行嘉宾 如果网传阵容属实的话 堪称有人欢喜有人忧 王牌家族的四大常驻中 沈腾和关小彤两人留下了 古林和华晨宇两人出走了 对于观众来说 最大的一男评 莫过于沈腾和古林不能继续合体了 王牌对王牌的常驻阵容历经过多次调整 沈腾和古林加盟的第三季 让节目组和观众看到了未来方向 从二人作为主咖的第四季开始 这个节目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爆款 王牌对王牌这个节目的槽点其实不少 比如剪辑一如既往的稀碎 比如广告越来越多 比如上价值的内容越来越多 该节目之所以还能成为年度爆款 沈腾和古林鞠躬至尾 去年的王牌期其实也推迟了 原因就是沈腾和古林当时都在忙央视春晚 而且古林还要忙于宣传自己的电影处女作 你好李幻英 导演吴通很清楚 他俩才是大部分观众 愿意追节目的动力 如果古林不能常驻王牌对王牌疤的话 那么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第二部运线电影热辣滚烫 目前已经杀青 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至于华晨宇 本身就自带巨大争议的他 对于王牌对王牌来说 是一个挺尴尬的存在 很显然 华晨宇的加盟提高了王牌对王牌的热度和话题度 但他也是常驻阵容中被吐槽次数和程度最多的一位 而且镜头量以及某些游戏设置对他很友好 吴通很懂得拿捏粉丝心理 因为沈腾 古林 华晨宇和关小彤的主业都不是主持人 所以王牌对王牌这些年经历过多次阵容大换血的传言 而华晨宇是被换掉呼声最高的人选 如果华晨宇果真会缺席第八季的话 那么笔者认为不是吴通采纳部分观众的建议了 而是华晨宇个人原因 或许是党旗问题 也或许是希望更专注于音乐 至于谢娜 在快乐大本营停播不久后 就有网友爆料 他可能会签约浙江卫视 但事实证明 他依然与芒果的合作更密切 当然了 即便谢娜不签约浙江卫视 他依然有常驻王牌对王牌疤的可能 纵意感本就突出的他很适合该节目 而且他和沈腾是多年好友 默契程度应该也不是问题 但需要注意的是 谢娜的争议程度不亚于华晨宇 如果他加盟王牌对王牌疤的话 同样是既能给节目带去巨大流量 也会招致又一轮的吐槽 就像刚收官不久的浪解四一样 如果古灵缺席的话 沈腾一个人也不是撑不起一档节目 但如果能给他搭配一个抛梗 和接梗能力都强的人的话最好 谢娜其实能胜任 玛丽以及杨迪也都是不错的人选 但目前谢娜的档期正合适 王牌对王牌疤的首期飞行嘉宾 被曝视杨阳和王楚然 同样正义巨大 在我的人间烟火播出前 杨阳依然是内地炙手可热的顶流之一 尽管演技忽高忽低 但口碑并没有翻车 尤其颜值方面鲜少有意义 但《我的人间烟火》播出后 杨阳口碑大面积崩塌 不仅在该剧中被吐槽油腻僵硬 每个动作都精心设计过 而且之前参演的剧 也被网友翻出来嘲讽 被调侃是第二个张罕 更令观众愤怒的是 杨阳在回应《我的人间烟火》相关争议时 表示网络上的东西看一看就好 不必过多在意 要坚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走什么样的路 对自己而言 就是踏实演好每一部戏 问心无愧 同样是面对被吐槽油腻的争议 杨阳与当初黄晓明的回应截然不同 而后者如今已经彻底去游 口碑越来越好 王楚然在《我的人间烟火》中的演技 中归中举 他的争议主要来自戏外 比如经常翻白眼 比如女巫事件 比如被多位业内人士指正脾气大 耍大牌等 值得一提的是 王楚然与谭剑刺合作的爱情 有烟火刚杀青 之后迅速禁组了与张婉逸合作的交藏 而凭借长相思 圈粉无数的谈剑刺和张婉逸被调侃这个夏天白干了 鉴于杨阳和王楚然目前的口碑正直风口浪尖 所以笔者认为王牌对王牌八 首期节目选择他俩飞行并不明智 当然也或许这个爆料并不属实 纵上所述 如果关于王牌对王牌八的这份爆料是真的 那只能感叹一句太可惜了 沈腾古灵不能合体 就意味着节目失去了灵魂 该节目是真的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沈腾古灵不能合体 区 Police succeeded 太乓了 沈腾古灵不能合体 医生回忆 最后彻底的结果